曼婷,对不起,音音烫伤了,我必须得过去一趟。 今天,是周曼婷的生日,也是她和男友柳妍相识三周年的纪念日。 周曼婷本想着好好与她谈一谈,结果还没开口呢,就再次被她的好兄弟截胡。 看着她自从接了个电话,就开始变得满脸急色,坐立不安,周曼婷只觉得可笑至极。 上上周她为了救她,自己嫌弃被车撞了,都没在她脸上看到这般急切。 一个兄弟就,呵,说没猫腻,谁那么信啊? 非去不可吗? 她神色严肃,一字一顿地问,曼婷,你最懂事了,我去看看,如果没什么大事,我马上回来。 柳妍一脸地讨好,周曼婷神色依然, 一双眸子一顺不顺地望着柳妍,多多追问,如果她你执意让你留下来陪陪她,你该怎么办? 陪,还是不陪? 不会的,音音那么懂事,那么乖巧,她是不会让我为难的。 不会。 周曼婷好似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上次,你也口口声声说帮她修完东西就回来,结果一夜未归。 上上次,她住的房子停电了,你说去陪她买个电就回来,结果同样一夜未归。 上上上次,刮台风,她给你打电话,说她害怕,你不管家里停了电,不问我是不是也会害怕,冒着大雨,高架打车,也要去陪她,结果又一夜未归。 上上上上次,你,别说了,我都说了,倩倩是我兄弟,我们一起长大,她有困难,不找我找谁,就你成天疑神疑鬼,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我俩要真发生什么,还轮得到你。 柳妍满脸的不耐。 喝。 周曼婷吃笑一声,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些年被猪肉蒙了心。 她说张倩倩是邻居家的妹妹,她本着情侣间应该相互信任地选择,信了她的话,毕竟大家谁还没个邻居。 这一两年,她的表现极好,是真没有半点苗头。 从三个月前,张倩倩第一次开口后,是越来越过分。 哈,打着兄弟的旗号,做着情侣间的事,她就呵呵搭了。 突然间,她无比佩服自己的忍耐力。 其实她知道,是想让自己彻底死心吧。 她和柳妍是在一次英界毕业生招聘会上认识的。 准确地来说,她是替舅舅站台招聘,柳妍是应聘的。 闲暇时候,她去别的公司投了个简历,正好碰到了正在同样投简历的柳妍。 柳妍长得算不上多帅,但长得身姿挺拔,精气神特别好,站在她身边超有安全感。 和她在一起后,她一直是奔着和她一辈子去的。 事宜,家境优越的她怕她会自卑,自尊会受打击,一直以来也在极力掩饰自己的好家境。 她想着,等她有了一定的成就,告诉她也不迟。 三个月前,她签下了一个五百万的大单子,那天她做了一桌子的菜,打算和她坦白。 她筷子才拿起来,还没吃两口,张倩倩就打开电话,哭着说自己被某同事欺负了。 她一听,放下筷子,连一句话都没说,拿起外套把腿就跑了出去。 她还真以为是别人欺负了她那个邻居好兄弟。 结果哈,两个小时后,派出所给她打电话,让她去叫保释金熟人。 她去了后,警察同志说柳妍打架斗殴,把人打伤了。 一问打架斗殴的原因,好家伙,什么她的邻居好兄弟被欺负了,根本就是她压得嘴欠造人家同事的谣,没料到人家同事是个硬查,直接跟她干了起来。 她的好兄弟落了下风,气不过,这才叫柳妍。 柳妍没想到,那个同事是个恋家子,不但没能成功撑腰,还被揍了。 准确的来说,如果不是她的好兄弟张倩倩报警,柳妍就要被打废了。 来都来了,导师金交了,双人份的,每人两千元。 由于是欠奏方,周曼婷还真没脸和对方要医药费。 张倩倩也是个嘴把师,在对方面前,乖得跟孙子一样,出来后就怪她这么轻易就和解,也不要点医药费,精神损失费啥的。 那时,周曼婷都无语的要翻白眼了,柳妍特么就不是个长脑子的祸。 张倩倩叽叽歪歪两句,她的心就偏得没边了。 最后,把周曼婷一个人扔在警察局门口,人家两人走了。 当时,周曼婷那叫一个气啊。 更气的是柳妍这一宿,一夜未归,连续三天。 第四天回来,第一句话就问她,知道错了不。 错她大爷的,要不是她对着人家又是鞠躬,又是道歉的,态度极好,人家愿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人家对方早就告张倩倩造谣侵害他人名誉,她柳妍挨揍也是白挨,毕竟人家是正当防卫。 居然还有脸问她错了没。 错,她自恃不认。 柳妍气得抱走,拿了两套衣服就走了,一走就一星期。 期间,一个电话一条短信都没有。 回来后,没有再问她知不知道错。 后来,她才知道,她的好兄弟人家被外派到外地工作两星期,她没得睡了。 这是她的第一次冷暴力。 再后来,同样是因为她的兄弟,她再次冷暴力。 再在后来,她发现,她对她的好兄弟的耐心和温柔远远超过了她。 于是,她的心冷了,她在夜不归宿,冷暴力,已经伤不到她了。 柳妍,你是不是觉得我周曼婷这辈子非你不可? 她声音平静,没有半点起伏。 柳妍一脸的得意和傲慢,动唇刚要说话,周曼婷又开口了,声音冰冷凌厉。 柳妍,你怕是忘了,你能有今天的成就,是我周曼婷一步步扶持起来的。 我纵着你是因为我爱你,如果不爱了,你就什么都不是。 柳妍脸色当时难看无比,眼神阴沉得能低出莫来。 周曼婷,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什么叫我能有,今天是你一步一步扶持起来的。 如果我柳妍自己没这个能力,是一坨烂泥,你服个试试。 是吗?周曼婷等的就是这个机会,既然如此,那分手吧,分手后,你和你的好兄弟想怎样就怎样,就算常住他呢,跟我没半毛钱关系。 柳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指着周曼婷鼻子,怒目圆瞪。 周曼婷,有种你再说一遍,我说,我们分手。周曼婷不会再惯着他,甭管他是不是真的和张倩倩越了界,张倩倩的存在的确如耿在喉,隔音的人难受。 现在还是恋爱期,他就敢为了他所谓的好兄弟,数次扔下他,婚后还不知道会是啥样。 再说了,他可不相信,两人真的是兄弟,男女之间,纯友义友,但不多。 他还就真不信了,张倩倩不给点甜头,一个男人会让他拿捏得死死的。 许是,见他的神色不似作假,柳妍一屁股坐回椅子上,秒遍讨好脸,道,你不想让我去,我不去就是了,说什么分手,多伤感情啊。 我们之间还有感情可伤吗?周曼婷失笑道,眼神里满是嘲讽。 柳妍黑着脸,不耐,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不去,不去总成了吧。 周曼婷捶着眼眸,讥讽地勾了勾唇脚,英唇漫不经心开启,一,二,三,四,五,六。 时还没数到,柳妍就坐不住了。 不行,我必须得去看看,千千万一有生命危险,我一辈子不会原谅自己的。 曼婷,你乖乖在家等我回来,我一定回来。 在房门关闭的一刹那,周曼婷冷笑出声。 喝,有生命危险。 如果真有生命危险,张倩倩来电话还能打得那么生情病茂? 如果真有生命危险,一个邻居去了是能签字,还是掏腰包怎的? 假死了。 你回不来的? 果不其然。 一直到她第二天洗漱完毕,吃完早餐,上班时间快到,说自己回来的柳妍再一次食言了。 静怡提了分手,这个家她不是不打算回了,快去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要是留在了桌子上,头也不回地离去。 去哪儿,自然是去公司打辞职报告,然后回舅舅那儿。 是时候回去了。 她现在无比庆幸,自己留了个心眼,没和柳妍交代老底。 爸,我不要去联姻。 周曼婷刚一走进老舅家,便听到表妹发出私生力竭的抗议。 紧接着,舅舅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 方锦,你闯的祸你,自己不兜着,让谁帮你兜着? 现在知道怕了,你去招惹人家陆家大少干什么? 我没招惹她。 爸爸,你为什么宁愿相信一个外人,也不愿意相信你教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我就是太相信你了,才会支持你的一切决定,结果你是怎么回报我的? 你睡了人家陆大少,提起裤子就不认账了。 爸,我没有。 周曼婷听到屋里传来了跺脚声,表姐的声音又急又气。 你没有,为什么陆大少睁眼的时候,你在人家床上? 这我哪知道啊? 爸,我就是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喝了点红酒,奶程想一觉醒来吧, 我是真的没有和陆大少怎么样,你要相信我。 方锦,爸也愿意相信你,可你告诉爸,爸要怎么做,才能怎么证明你没做。 去医院做检查吧,表姐如果真的和那位陆大少没什么事, 最直观直接的就是身体里有没有残留物。 周曼婷走了进来,客观冷静地提议。 婷婷,方锦感觉自己的救星来了。 打小,自家老爸就特宠着自己这个小表妹。 舅舅,去医院吧。 我们总不能让表姐白白被冤枉。 周曼婷拉住表姐的手拍了拍,以示安慰。 乖女,你确定真的和陆大少没发生什么? 方天成一脸正色地问。 方锦笃定道,爸,我是个有男朋友的成年人,有没有和男人发生关系, 我的身体有没有感觉我心里清楚得很,我肯定。 那就听你表妹的,去医院做检查吧。 爸,我愿意。 临出门的时候,周曼婷突然想到了什么,问, 舅舅,那位陆大少是叫陆辰也吗? 方天成想了想,说,好像是的。 是叫陆辰也,怎么了,婷婷? 周曼婷长叹了一口气,舅舅,表姐,我想我知道, 这个陆大少为什么会为难表姐了。 你知道,方天成不禁皱了皱眉,光宝贝女儿缴进来还不够, 还把宝贝外甥女也给整进来了。 表姐,你还记得不记得,有一次我去城东台湾合作, 你接我的事。 啊,记得。 那天,我谈的合作是陆辰也跟了许久被我截胡的单子。 我想那天,我离开的时候,他应该是看到你了。 啊,那个单子我是帮哥谈的,谈完就没有再跟了, 陆大少找不到我,就只好通过逼你而逼我现身。 婷婷,你说的是哪个单子? 方天成关切地问。 红盛科技的,果然。 这个单子,当初儿子跟了好久,临门一脚, 对方愣是说要多考虑几家公司,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被自家外甥女拿下了。 快和舅舅说说,这个单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治好红盛科技的老板娘脸上的过敏症, 她老公公司生物研究小组恰好在研发药庄, 相中了我手中的方子。 我想着方子卖给谁都是卖, 索性便趁着这个机会帮表哥拿下这个合作。 三营,何乐而不为,真的不会对你有影响。 方天成半信半疑。 舅舅,你也知道我平时没事干的时候, 喜欢研究一些奇奇怪怪的古方, 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 能帮到表哥,帮到咱家公司,我很开心。 这样,舅舅就放心了。 只是,陆大少那儿,陆尘野那儿, 交给我就成了,又不是死结,好处理。 周曼婷不以为然道, 她找舅舅要了陆尘野的联系方式, 回了自己的专属房间。 电话响了几声,便被接起, 声音低沉醇后, 有那么一点大提琴琴音的韵味。 喂,哪位? 我,周曼婷,方锦的表妹。 周曼婷不疾不徐,不慌不忙。 呦,总算把你这小东西给逼出来了, 不容易啊。 陆大少,有事说是, 别针对我家人。 可以啊,拿点诚意出来, 今天下午五点钟, 我在公司恭候你的大家光临。 小东西,没想到居然真的敢独自一人前来。 陆尘野身姿慵懒地坐在沙发上, 俊美的脸上勾着一抹邪魅的笑, 好胆量。 周曼婷不紧不慢, 在陆尘野不远处落座, 娇然一笑, 清澈的眸子犹如装满了星辰大海, 嗓音清脆甘甜, 你是人, 而且还是个要财有财, 要貌有貌的帅哥, 又不是洪水猛兽, 我有什么不敢来的。 再说了, 我相信陆大少的品, 虽然我截糊了你的生意, 但总体上我们之间并没有交恶, 不是吗? 陆尘野眼底闪过一抹欣赏, 好似, 第一次见她, 她就这般气质如蓝, 淡定自若, 并非侃侃而谈, 说出的话却渗得她心。 周曼婷, 是吧? 她再次确定她的名字。 之前, 她从不知道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可以这么好听。 是的, 我是周曼婷。 周曼婷大大方方地承认, 优雅地笑, 琴在唇边。 不知道, 可否介意我叫你一声周周? 陆尘野喜欢极了她 翠着星光的璀璨眼眸, 好似有漩涡一般, 把她深深地吸入其中。 周曼婷俏皮地勾了勾唇角, 我的荣幸。 陆尘野唇边的笑叶绽开, 眼底的宠溺满满, 既然这个, 公平起见, 你是不是也应该给我 取个专属昵? 嗯, 周曼婷以为自己看错了, 可看到陆尘野眉眼寒春, 着实被惊了一下。 这位大名鼎鼎的陆大少, 看着也不像是恋爱脑啊, 这眼神是对自己一见钟情了? 不, 绝对不是。 传闻中的陆尘野有着铁血手腕, 他沙发果爵, 多致近腰, 一双多情的桃花眼, 不知让多少少女, 少妇迷了眼, 失了心。 他周曼婷何德何能, 能让这样一个老少通杀的冷清冷姓的男人驻足, 他是绝对不会相信一个像狐狸一样狡猾的男人把他叫来, 是为了谈情说爱的。 我这个人有点起名肺, 我娶几个, 你自己选一个顺儿。 可……, 陆尘野翘着二郎腿, 一脸的期待。 周曼婷做了个深呼吸, 阴唇不紧不慢开启, 小鹿鹿, 小陈尘, 小爷爷。 陆尘野嘴角不受控地狠狠抽搐着, 他无比庆幸自己没有在喝水或者在用餐, 要不然铁定喷了。 不, 准确地来说他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 嗨嗨, 见陆尘野被呛了不清, 脸都因为剧烈咳嗽变红了, 周曼婷始料未及, 下意识愣了一下, 然后连忙起身, 快速倒了杯水, 递来过去。 陆尘野接过杯子喝了好几口, 才勉强把咳嗽压了回去, 一脸称怨地看着罪魁祸首。 周曼婷信信然耸了耸脖子, 撅着嘴, 嘟囔道, 我都说我是个起名肺, 你不能怪我。 陆尘野, 感情还成他的错。 小鹿鹿, 小陈尘, 小爷爷, 这是什么鬼? 他敢肯定, 他就是故意的, 奈何他没有证据, 又怕自己释放冷气, 板着脸, 太凶会吓到他, 他只是沉了脸, 这三个昵称都不好, 重取。 哪儿不好了? 多可爱啊。 周曼婷小声嘟囔道, 见陆尘野一脸严肃, 一顺不顺地看着自己, 认怂地缩了缩脖子, 想想也是醉了, 下班时间赶过来赴约, 感情就是跟他打情骂俏的, 阿陆, 阿陈, 阿爷, 这小东西就是故意的, 陆尘野捏了捏眉心, 见他表面怂得很, 实际上眼底却犯着会侠, 他既好笑又无奈, 随便挑了个自己顺耳的, 说, 就阿陈吧。 好嘞, 周曼婷一秒钟恢复常态, 腰杆挺得倍儿直, 哪儿还有半点, 害怕他的怂样, 阿陈叫我过来, 不会单单, 就为了给我取个昵称, 我给你取个昵称吧, 用不了多久,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自然要提前熟悉一下。 啥? 你不会不知道, 我向你舅舅提亲了这是吧? 我知道, 周曼婷当场就炸毛了, 不是, 陆尘野, 现在我人都来了, 你居然还打着娶我姐的主意, 过分了呀。 谁说我要娶你姐了? 陆尘野简直要被气死了, 他咬牙切齿地说, 我想娶的是你, 不娶我姐就好, 我姐人家有男朋友。 听了前半句的周曼婷刚松了一口气, 但听到后半句, 整个人又不好了, 直接弹跳起来, 娶我, 你有没有搞错? 我不就截胡了你一个单子吗? 至于要我用一辈子还吗? 还就至于了, 你知不知道, 你截胡的这笔单子, 七七八八, 牵扯了我十几个亿的生意, 我不把你娶回家里折磨, 难笑我心头之气。 不应该是心头之恨吗? 周曼婷突然说, 对于周曼婷这奇特的关注点, 陆尘野也是服了, 他沉着脸, 至气道, 反正我不管, 你不嫁我, 我就娶你姐, 娶回来也不和他同房, 我让他守活寡, 我就让他干看着自己帅气的老公, 明明在眼皮子底下晃悠, 就是吃不到, 我馋死他。 听到这话, 周曼婷目瞪口呆, 嘴角狠狠地抽抽着, 这是传言中那个雷令风行, 让人闻风丧胆的陆大哨? 不不不, 这威胁人的样子, 还真幼稚到家了, 简直可爱得不要不要的, 他觉得, 他不应该叫陆尘野, 他应该叫陆三岁半, 你认真的啊? 他说着, 漂亮的顺子, 一瞬不瞬地望着 一脸煞有其事的陆尘野。 嗯, 陆尘野一脸的傲娇, 怕了吧? 周曼婷嘴角再次不受控地抽抽, 一本正经地回答, 怕, 我怕极了, 怕还不赶紧讨好我, 我告诉你啊, 我这么人的手段多了去了, 我买好吃的时候, 买两份, 一份自己吃, 一份放垃圾桶上, 就不给他, 我馋死他。 三岁半太瞧得起他了, 他应该叫陆一岁, 他还是头一遭见, 两个正常的成年人之间, 有人这么威胁人的。 你说你手段多, 说来听听, 还有什么? 周曼婷莫名地觉得, 自己也变幼稚了, 我冬天让他铺凉席, 害宝毯, 夏天让他睡暖气屋, 盖十斤重的大洋绒被, 他今天让他吃鸡屁股, 明天让他吃鱼骨头, 我把家里卫生间的门都上锁, 然后使劲灌他喝水, 我, 看陆尘也极力在塑造一个极其幼稚的坏蛋的模样, 别说, 还真的挺可爱的, 周曼婷一个没忍住, 扑斥笑了, 行了行了, 我知道你手段多了, 怕了你还不行, 你知道就好, 陆尘也傲娇得挺了挺腰杆, 眼底的宠溺几乎能将人溺斃, 周曼婷好笑地摇了摇头, 正色道, 除了嫁你, 我愿意一年内任你掉钱, 当然, 违法乱计, 大逆不道的事我可不做, 可我就想娶你, 怎么办? 陆尘也支着头, 深情款款地看着他, 周曼婷恼人疼, 你看上我哪儿了? 我改, 改头换面还不成? 那不行, 我就喜欢你, 从头到脚, 尤其是你这双眼睛。 周曼婷故意装作下的一哆嗦, 阿陈, 你不会是贩卖人体器官的吧? 陆尘也无语地白了一眼, 你才贩卖器官, 你全家都贩卖器官。 下一秒, 周曼婷乐了, 乐不可知, 阿陈, 北亏我是个女的, 如果我是个男的, 哈哈, 陆尘也正了脸色, 一字一顿, 你就是个男的, 我也娶你, 只要是你, 我不介意自己是直的还是弯的, 反正, 陆家的男孩多, 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 也不耽误陆家传宗接代。 霓涵, 周曼婷算看出来了, 这陆尘也是跟自己杠上了, 想想也是, 他都不惜牺牲自己的婚姻, 也要逼他现身, 可谓是煞费苦心。 你就没想过, 如果我一直不现身, 你怎么收场? 这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调查过了, 你和表姐的感情, 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她不管有高兴的不高兴的事, 都喜欢第一时间和你分享。 你既然调查了我姐, 为什么不直接去找我? 我相信以你的能耐, 想找到我不难吧? 因为我要你主动走到我身边来。 陆尘也, 上辈子你是黑芝麻馅的汤圆精了吧? 那是什么? 对网络流行语不怎么熟悉的陆尘也, 有那么一点猛? 不告诉你, 不是能耐大吗? 自己查去。 这时, 周曼婷肚子突然咕咕叫了。 要是别的女孩子, 兴许就尴尬地,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可她是周曼婷。 她算是发现了, 陆尘也一时半会儿, 不会拿自己怎么样, 而且还纵着她的性子, 如此, 她还有什么害怕的。 照她现在的表现, 肯定不会轻易放她离开。 为了来找你, 我还没吃饭呢, 你的地盘, 你得请我吃饭。 这么霸道。 陆尘也喜欢她狐狸般狡黠的娇纵, 一双桃花眼里盛满了柔情。 知道什么叫请佛容易, 送佛难吗? 你叫我来的, 你还能让我在你的地盘饿着不成? 自然不会饿着你。 可是, 周周,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 吃人的最短, 拿人的手短? 吃了我的东西, 总得给我点好吃吧。 好处是没有的。 大不了, 改天我请你两顿就是。 别以为, 她不知道, 她就是借着撩拨她, 让她放松警惕, 从而达到她心底没有言出的目的。 哼, 她才不上当呢。 成交? 陆尘也爽快地答应。 爽快地让周曼婷不知所措, 怎么感觉自己掉坑了呢? 老狐狸。 她想了想, 连忙补充道, 每次不能超过五百块钱, 我跟你可不一样, 我是普通工心族。 陆尘也, 我信你个鬼。 小狐狸, 打死她都不信, 一两亿的单子, 方默会一毛钱都不分给自己的她这个妹妹。 答不答应? 不答应那就算了, 但我没说。 那怎么成?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我是小女子, 不是君子, 孔圣人都说了,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哼, 我还就光明正大耍赖了, 你怎么拿我怎么着? 赖皮。 陆尘也眼里满满都是宠溺。 周曼婷俏皮地吐吐舌头, 表示自己还就赖皮了。 某餐厅, 看着自己面前被切的一样大小的牛排, 周曼婷嘴角抽了抽。 她严重怀疑, 这位陆大嫂有强迫症。 瞧瞧这牛排切的, 怕是拿尺子量着切的吧。 吃吧, 小蝉猫, 陆尘也没眼里满是笑意, 周曼婷才不会和她客气, 淑女, 是不存在的。 她是汉子, 是汉子, 汉子是不会害羞的。 可, 为什么面对陆尘也灼灼的目光, 她就紧张得有点手足无措呢? 她感觉自己的两只耳朵热辣辣的。 不管了, 先填饱肚子再说, 没准稍后还得和这个老狐狸斗智斗勇。 杜尤芬说, 把牛排是做鹿尘野, 扎一块, 吃到嘴里, 我嚼我嚼, 我嚼嚼嚼, 用力地嚼。 拜托, 大哥, 咱能别笑得如此春仙荡漾地看着人家吗? 真受不住啊。 这桃花眼, 亮得摄人, 满满的柔情蜜意, 和款款深情, 割谁, 谁受得住? 妖精! 你也吃, 他一边嚼, 一边红着脸说, 眼睛都不知道瞧哪儿了。 嗯, 路程也不紧不慢一开目光, 动作极其优雅金贵地吃了起来。 周曼婷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我的那个妈呀, 可算挪开了, 真是要老命了。 早知道会是现在这副局面, 他打死也不露面。 这叫什么? 美男近。 他倒宁愿他跟他来刚的, 公事公办, 大不了自己为他效力个一年半载, 把他的损失赔给他。 结果人家来了个怀柔政策, 不打不骂不发怒, 那温柔似水的小眼神, 但凡他花吃点, 严控点, 就直接扑上去了。 路程也, 咱们说认真的, 我要怎么做, 你才能不迁怒于我姐。 我刚不是说过了吗? 你要是不嫁, 就你表姐嫁。 你还来劲了是吧? 嫁你, 不可能。 那就只好委屈你姐了, 反正我折磨人的法子多。 你还不讲理了是吧? 你知不知道, 你这叫逼迫? 不, 我这叫一个愿打一个愿爱。 你表姐睡了我, 她就应该负责。 周曼婷有点抓狂, 她咬了咬牙, 事实怎么样, 你心里清楚。 我说是就是, 你真够无耻的。 人活一辈子, 难得遇到一个 有去讨人喜欢的人, 无耻一点, 就能把这个人留在身边。 直。 周曼婷气得心口疼, 你就不怕娶了我, 我把你那点家产 都给祸祸掉。 能把我陆家家产祸祸完, 那也是你的本事。 我拭目以待, 这男人有毒。 周曼婷哭的心都有了, 这是截糊了的单子, 把自己折里面了。 不爽, 超级不爽。 不爽到突然间, 她觉得面前的牛排不香了, 直接把叉子丢在了桌子上, 手托着下盒, 开始生闷气。 不吃了。 陆晨也看着她气呼呼的样子, 眼底酿起笑意, 优雅地放下刀叉, 耐着性子问。 周曼婷把脸一别, 浑身写着 我很生气四个大字。 真不吃了。 这家牛排非常有名的, 如果不是我和老板关系不菲, 约位至少得等一个月, 过了这个村, 再来这个店了, 可就不知道啥时候了。 陆晨也一本正经地循序见诱, 你觉得我是差一顿牛排吃的人? 周曼婷不悦地白了她一眼。 陆晨也, 这小东西怨气真大, 就跟吃炮仗一样, 不过她喜欢。 再说了, 你不是和这的老板认识吗? 我想吃, 来这儿直接报你的名号, 老板不会不给面子吧? 说得好有道理。 陆晨也发现自己竟无言以对。 那你吃, 还是不吃? 吃, 为什么不吃? 周曼婷恼人疼, 还不知道这家伙 一会儿又有什么突发起 想折腾人的鬼点子, 吃饱了, 才有力气反抗。 说完, 拿起叉子, 就狠狠吃了一大口。 别说, 是真的挺好吃的。 别怪她没出息, 人是铁, 饭是刚, 一顿不吃饿的黄。 陆晨也看了, 忍俊不禁。 为了彰显自己很生气, 周曼婷一口气 吃了两份牛排。 见陆晨也满眼宠溺柔情地 看着自己, 也不开动, 周曼婷起身, 不客气地连盘子一起端过来, 大快朵頤。 全程跟一只快乐近视中的小仓鼠一样, 小嘴巴鼓鼓囊囊没停。 陆晨也看得可谓是赏心悦目, 兴趣盎然。 别着急, 没人跟你抢。 说着, 他欠起身, 用纸巾, 匹贴地帮他擦了擦嘴角。 周曼婷愣整, 嚼东西的动作, 戛然而止。 片刻, 他才开始继续搅, 尽数咽下去, 抬起头, 看着陆晨也, 平静地说, 男女有别, 瘦瘦不亲。 陆晨也无奈地叹了口气, 周周, 你还真是杀风景。 我说的, 难道不是事实吗? 周曼婷一脸懵懂和疑惑。 面对周曼婷的抗拒和疏离, 陆晨也使劲地咬了后槽牙, 一脸纯真无邪地说, 对对, 你都对。 所以, 我决定等下用餐结束后, 和你舅舅通的电话, 让他明天把方锦送来, 好好培养下感情, 你姐方锦应该比你好攻略。 周曼婷准备落差的动作顿住, 抬头, 眯着眼眸, 里面的危险之色乍现, 你说认真的。 陆晨也不具她眼底的灵力, 你姐睡了我, 她对我负责, 合情合理。 这是过不去了, 根本上还真是自家表姐的错。 不过, 这种事不应该是女人更吃亏吗? 为什么她一个大老爷们 好像多大委屈似的, 头疼。 突然, 她眼前一亮, 笑说, 我嫁你没问题, 不过在这之前, 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问, 我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陆晨也信誓旦旦。 周曼婷不动声色地勾了勾唇脚, 把我姐送到你床上的是谁? 陆晨也, 不愧是她相中的小狐狸, 随便一想, 就想到了问题的关键。 我可以不回答吗? 很显然, 不可以。 这是让我嫁给你的必备原因。 周曼婷目光灼灼, 神色坚定。 表姐可说了, 她是去参加同学聚会, 这么一个隐藏在暗处的危险人物, 必须揪出来, 这个敢做第一次, 谁能保证, 会不会还有下次。 她不可不希望, 表姐再经历一次, 被人卖了, 还帮人家数钱。 嗯, 她尾音轻调, 坚定的目光不容智慧, 陆晨也抿着唇, 面露难色。 当然, 你也可以不说周曼婷唇角戏谑的勾起, 目光悠悠, 潜在的敌人不消灭掉, 我无法憨然入睡。 陆晨也思虑好一会儿, 终于还是不舍亲近周曼婷的机会, 开口说了名字。 周曼婷第一时间和自家表姐方景联系, 问她是不是有这么一号人。 陆晨也很郁闷, 不被信任的郁闷。 周曼婷倒是不觉得, 做事她喜欢坦坦荡荡, 不喜欢扭扭捏捏。 不是不信任, 而是今天才第一次正式见面, 还没建立信任, 又何谈信任。 确认有这么个人后, 周曼婷心情极好, 望着陆晨也的餐盘, 双眼都在冒光, 妥妥一个小吃货, 阿晨, 我想吃你盘子里那根小香肠。 陆晨也深深吐了口啄气, 又无奈又宠, 喜欢吃就再来一份。 不用了, 我就是觉得美食不可辜负, 你不吃, 我就帮你解决掉。 说着, 周曼婷就咬了一口香肠, 吃得津津, 陆晨也不高兴, 谁说我不吃的。 你要吃吗? 周曼婷有点猛。 啊, 吃。 陆晨也回答得异常笃定, 周曼婷看着桌上的餐盘, 基本光盘了, 又看了看自己叉子上剩余的半截, 给, 自己咬过了, 沾了口水不合适, 不给, 陆晨也双目太过炙热。 这个我已经吃过了, 要不你再点一份吧? 我就要刚才我那根。 陆晨也明着无理取闹, 可你自己把它送给我了呀。 周曼婷拧着眉, 差一道。 我反悔了, 行不? 陆晨也回答得理直气壮, 真是要气死他, 他能说不行吗? 可是, 我已经咬过了呀。 我不嫌气, 你不嫌周曼婷知道了, 这人根本就是故意的, 他撅着嘴, 狠狠瞪了他一眼, 然后明晃晃地把香肠送到了自己嘴里, 快速嚼完, 又快速咽下去, 一脸得意道, 我吃了, 你能拿我怎么地, 有本事你来咬我呀, 来抢啊。 有时候, 男人真不能挑衅, 这一挑衅不要紧, 周曼婷成功地把自己搭了进去, 因为陆晨也真的站起来, 一个剑步上前, 腾起周曼婷的翘脸, 俯身就吻了上去。 周曼婷惊得目瞪口呆, 陆晨也却一脸咽足, 结束这吻, 还不忘用舌头舔了舔自己嘴唇, 虽然香肠没想到, 味儿我感觉到了, 嗯, 非常好吃, 还有那么一点甜。 回神后的周曼婷气得脸都黑了, 抽了两张纸巾, 使劲擦自己的嘴, 眼刀子狠狠弯向陆晨也, 流氓, 蹬徒子, 占了便宜的陆晨也, 心情难掩得好, 哈哈, 周曼婷气得眼刀子羞羞甩过去, 化悲愤为动力, 站起身, 又把陆晨也面前的沙拉端到了自己面前, 咔嚓咔嚓, 吃得好像不是生菜, 而是陆晨也的骨血, 陆晨也看在眼里, 唇角的笑越来越浓, 结局嘛, 就是把周曼婷给自己吃撑了, 买完单, 站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走不动道了, 心里不由地暗骂, 周曼婷, 你是八百年没吃饭了吗, 居然把自己吃撑, 真他妈丢人, 他用手挡着自己的脸, 慢悠悠地挪出了餐厅, 对, 你没看错, 就是用挪的, 这可把陆晨也给看乐了, 但又不敢明着乐, 憋笑得他肩膀一抖一抖的, 周曼婷一个眼刀子扔过去, 到最后, 见陆晨也还笑, 他索性耍赖不走了, 蛮横道, 我走不动, 你背我, 陆晨也笑得肚皮都要破了, 线下看到他这般娇春的模样, 可爱的颈, 着实没忍住用大手摸了摸他的发顶, 宠溺道, 真是个霸道的小东西, 上来, 如你所愿, 我背你, 说完, 就真的半蹲下了身子, 周曼婷丝毫不带客气地趴了上去, 然而, 上去没多久, 他就后悔了, 这也显得太亲密了些, 尤其是他还感觉到陆晨也的一双大手托着自己的臀部, 太羞耻了, 你放我下来吧, 周曼婷红着脸, 小声地说, 怎么了, 陆晨也甚是不解, 放我下来, 周曼婷一脸的不自在, 陆晨也只好听话地把人放下来, 到底怎么了, 周曼婷小脸红彤彤的, 害羞地把脸扭到别处, 就是不想让你背了吗? 陆晨也描冻, 突然, 想起自己的双手, 方才做的是, 耳朵间悄然红了, 俊美的脸颊也不由自主染上飞红, 最近有不少新上映的电影, 想不想看? 他凑上钱, 问, 周曼婷想了想, 回答, 嗯, 不过在这之前, 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 应该的, 一直到晚上十点半, 两人才从电影院出来, 惬意地漫步在朦胧的月色下, 两人的心情说不出的平静, 周周, 咱家这样算约会吗? 算的吧, 我一直逼我和我在一起, 是不是觉得我很讨厌? 讨厌谈不上, 就是心里有点不爽, 毕竟没有人喜欢被强迫, 那如果我不逼你,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周曼婷停下脚步, 歪着头, 清澈的目光看着陆辰也, 说, 陆辰也, 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呀? 陆辰也一双桃花眼明亮璀璨, 温润美好的笑了笑, 我喜欢你会侠俏皮, 神采飞扬的模样, 你好像没有烦恼, 你好像没有什么能拦得住, 你确定你口中的人是我? 周曼婷表示, 有些惊呆了, 我确定, 好吧, 信你一回, 不过, 我可没你说得那么好, 你不知道吧, 我今天早上才和我的男朋友分手, 这, 他还真不知道, 是不是觉得我一点都不伤心, 或是觉得我没心,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自己? 陆辰也很不高兴, 以为他通过贬低自己, 而让他望而却步, 周曼婷听出了他的不开心, 他深吸了一口气, 徐徐道来, 我的男朋友叫柳妍, 我们认识三年, 在一起两年九个月, 我以为我们可以在一起一辈子的, 直到三个月前, 他的小青梅出现, 隔三差五, 寻找各种理由, 把人叫走, 然后他就打着兄弟的名头, 开始时常夜不归宿, 一次两次三次无数次, 失望攒多了, 心凉了, 透了, 离开自然也就不伤心了, 真的不难过吗, 并非, 只是觉得为了那么一个心, 已经不在自己身上的男人伤心, 伤情, 不值得罢了, 陆辰也看着他看似平静无波的产树, 心里心疼得紧, 每一次失望, 意味着他要伤心难过一次, 一个人的喜欢, 到底要攒够多少次的失望, 面对失恋才会如此平静, 他暗暗记住柳妍这个名字, 决定有事没事给他找点事, 所以, 陆辰也, 你要想好咯, 跟我在一起, 不可以有一心兄弟, 小青梅, 白月光, 如果有, 趁早断得干净, 我眼里容不得沙子, 你的意思是, 陆辰也的双眼都亮了, 只要我没有一心兄弟, 白月光, 小青梅, 你就同意和我在一起, 周曼婷瞥了他一眼, 无奈道, 我有得选吗? 这次是伪装成表姐睡了他, 下次呢? 他宁愿自己受伤, 也不愿意家人受到迁累, 更何况, 的确是自己不厚道地 截糊了人家的单子, 虽说商场如战场, 但陆较这样的庞然大物, 还是能少得罪就少得罪, 陆辰也激动的眼底都在雀跃,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眼里容沙子的, 我不要你说给我听, 而是做给我看, 我会的, 我会的, 十一点半左右, 陆辰也安全地把人送到家, 并约好明天中午来接他一起吃午餐, 回到家后, 周曼婷和等待自己的表姐 大概说了一下, 便回屋睡了, 而陆辰也则一上车 就给自己的特助打电话, 命令他用最快的速度 调查柳妍, 在医院陪了张倩倩五天的柳妍, 面对上司的催促, 不得不上班, 杨幂, 林总她还在忙吗? 某国际大厦, 前来签合同的柳妍, 在一楼大厅等了整整一上午, 连口水都没喝上, 眼睛一眨不眨地 注意些人员出入闸口, 这还是头一次, 她直接被拒至门外, 以往, 即便等, 也是被客气地请到会客厅, 没有茶, 也有咖啡, 巨大的反差, 让柳妍有些不能接受, 她不知道, 这仅仅只是刚开始, 是刘总您啊, 林总已经走了, 去星辰开会, 有一个多小时了, 杨秘书一脸惊讶, 柳妍如遭雷劈, 她手朱带兔了一上午, 连眼里都不敢怎么眨, 水更是没喝一口, 人还是从眼皮子底下走了, 杨秘书心有不忍, 毕竟也曾合作了许久, 林总应该是直接到了地下车库, 所以才你才没碰到人, 柳妍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杨秘, 林总下午还回公司吗? 今天是林总的私人行程, 言外之意, 就是她也不知道, 柳妍本想着午餐时间到了, 请杨秘书吃个饭, 搞好关系, 不曾想, 杨秘书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她郁闷无比, 拖着身子, 无精打采地离开了, 在路边随便找了个面摊, 点了碗肉丁打卤面吃, 面条刚开动, 她就陆续接到即将续约的三家公司的秘书来店, 统一的说法是, 合作到期后, 不准备再续约, 她心头无比预解, 最爱吃的打卤面也不香了, 不到一星期, 她手里的合作, 似乘需要续约的, 全部不再续约, 需要签单的新客户, 莫名其妙就失联, 联系到的, 直接明了说不合作, 刚开始, 她还以为只是巧合, 可随着丢失的合作越来越多, 她无法自控地慌了, 就在这时, 张倩倩还来烦她, 炎炎, 大亭桥那边新来了一家火锅店, 我想去, 明天你带我去呗, 亲倩, 明天不成, 我明天有事, 那就后天, 后天也不行, 那大大后天呢, 我这两个星期都没空, 张倩倩很生气, 撅着嘴, 不满地瞪了柳妍一眼, 走了, 柳妍心烦意乱, 突然, 想到有很多合作客户, 是周曼婷陪着谈的, 她好似找到了主心股, 连忙打电话过去求助, 悲催地发现自己的所有联系方式, 被拉黑了, 她连忙开车回家, 震惊地发现自己, 近两星期多没回来, 女朋友周曼婷不知何时搬走了, 直到这一刻, 她才真切地意识到, 周曼婷说得分手并非说笑, 而是来真的, 然而, 更悲催地, 是她竟然不知道周曼婷任何一个朋友的联系方式, 她就只能到她的公司去赌人, 悲催地被告知, 周曼婷已经离职好多天, 她顿时傻了眼, 有没有想我, 陆成也一瞧见周曼婷从楼上下来, 大不留心迎了上去, 满腹柔情, 意外地把人抱在怀里, 周曼婷挺无语的, 这位祖宗, 一天恨不得打八百遍视频电话, 之前, 她的大部分时间, 都用来研究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自打和陆成也有了关系后, 她每天的时间不是在接视频电话, 就是在接视频电话的途中, 她无数次怀疑, 这位传言中日理万机到脚步离地, 近来在浑水摸鱼, 甚至有那么几天还在庸人自扰地担忧, 自己这个严重耽误她工作的红颜, 会不会被陆家长辈给抹杀, 为此她还脑补了一些激烈的画面, 后来她发现自己真的多虑了, 因为陆成也的特助说了, 自己BOSS所有打出来的视频电话, 都是在见缝插针, 不过她这每一次见面, 都问一句有没有想过, 着实让她有点吃不消, 因为绝对不能回答不知道不想之类的, 因为这位真的会哭, 眼神那叫一个忧怨, 再加上她那张英伦绝美的脸, 好似她嘴里说出一个不知道不想, 那就是罪大恶极一般, 就比如现在, 对上陆成也含情默默, 温柔似水, 隐隐还有那么一点威胁之意的眼神, 那句到嘴边的不知道声声给咽了回去, 她颓很颓满满的挫败感, 对她,她谈不上讨厌, 单论喜欢, 片刻的悸动是有的, 单论爱慕, 倾慕, 她觉得有点上早, 她不喜欢戴着面具生活, 事宜也装不出来, 对她情根深重, 她咬了咬唇, 刚想要回答, 一只大手落在了唇上, 陆成也压抑着眼底的黯然, 凑近, 在她眉心吻了吻, 笑得温柔, 没关系的, 不急, 总有一天, 我会等到你心甘情愿, 说一声, 你想我了, 周曼婷每每听到她这么说, 心里有无奈, 亦有一丝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疼, 不过, 她已经不怎么太抗拒她的亲近了, 她双手亲切地挽上她的手臂, 仰着头, 灿然笑着, 撒娇, 阿晨, 我饿了, 陆成也眉眼满是温柔与宠溺, 骨节分明的漂亮手指, 在她鼻子上点了点, 你个小蚕猫, 真是哪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今天想吃什么? 我不挑的, 什么都成, 你倒是好养活, 这是必须的, 我既当得了名媛千金, 又当得了普通老百姓, 来我公司上班吧, 你喜欢研究各种股方, 我专门给你成立个部门, 创立属于你自己的品牌, 不了, 阿晨, 你知道我的生存之道是什么吗? 若智若愚, 随心所欲, 一个家族需要一个能力超群, 有勇有谋的人就可以, 多了, 是给大家徒增烦恼, 我只要好好的当我的专就好了, 哪里需要哪里搬? 周曼婷双眼亮晶晶的, 校业干净纯粹, 当然啊, 阿晨, 如果你的公司打算往这方面发展, 我愿意鼎力相助, 笑全马之劳, 至于创立专属于我自己的品牌, 那就算了, 我没什么野心, 钱够花就可以救, 他笑咪咪的, 而且, 我相信, 如果我真的嫁给了你, 你肯定不舍得我饿肚子的, 对吧? 你呀你, 陆辰也又宠又心疼又无奈, 在他看来, 自己稀罕的这个小东西, 是有大智慧的人, 他接受过最严格的高等教育, 遵循的礼仪亦是大家归秀贵女的标准, 听闻, 他幼时, 父母在一次空难中丧生, 他一耐时起, 便生活在外祖家, 方老爷子曾把他当继承人培养的, 但他决绝地拒绝了, 依然把这个位置让给了自己的表哥, 因为觉得表哥才是方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而他作为表小姐, 纵然有方家血脉, 但毕竟不姓方, 是以方家的人对他的态度极其地敬重, 他也的的确确活得潇洒, 自艺, 正如他所言, 他可名媛千金, 亦可普通老百姓, 他会许多稀奇古怪生僻的东西, 修复古画, 绢刻印章, 钻研甲骨文, 涉猎星象, 对中医的古方尤其格外的情有独钟, 他是跳伞, 滑翔伞, 爱好者, 他拥有驾驶直升飞机的执照, 修飞机更是一把好手, 他是商学院的高材生, 自己却不忠情于射商, 而是一次次好似不知疲倦般的给家人做嫁衣, 他的那位前男友柳妍先生就妥妥地被他送到了现在的位置上, 结果那男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弄丢了他, 不过他也庆幸福弄丢了他, 不然就算用抢的他也要把人抢过来, 听说今晚有狮子做流星语, 想不想看, 车子开了一会儿后, 陆辰也问, 周曼婷摇摇头, 笑如春风道, 等你休年假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看南极光, 可是我想和你一起看, 这很浪漫, 不是吗? 陆辰也眼里满是执拗, 周曼婷玩耳一笑, 借着红绿灯, 纤长的手指温柔地落在他的眉眼, 阿辰, 相对于看流星语的浪漫, 我更希望你能有足够的睡眠, 你都有黑眼圈了, 为了约会, 那些落下的公物, 肯定放在了后半夜座, 不能按时休息, 五脏六腑得不到很好的养护, 久而久之, 容易导致心脏猝死的, 他既已决定试着接受她, 如他所愿做她的陆太太, 他自然就希望她可以健健康康的, 陆辰也扁了扁嘴, 心道, 即便不看流星语, 我也早睡不了, 这阵子, 她的生物中已经适应夜间工作了, 她就是想和她在一起待久一点, 小东西也不愿意满足她, 不高兴, 周曼婷敏感地察觉到她的情绪低落, 忍俊不禁, 下一秒, 板着脸, 严肃地宣布, 我和我舅舅说了, 今晚不回家睡了, 陆辰也, 有那么一瞬间, 她以为自己出现耳鸣了, 愣了愣, 可又感觉自己好像没听错, 她一脚刹车, 把车稳稳地停到路边, 一脸惊诧地看着周曼婷, 满眼地不敢相信, 她眨眨眼, 再眨眨眼, 还是不敢相信, 周周, 你刚才是不是说, 你今晚不回你舅舅家睡了, 啊, 我说了, 周曼婷感觉有那么点莫名其妙, 这人为什么看起来, 好像很兴奋呢, 实际上, 陆辰也的确激动地兴奋极了,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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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兴奋好像不足以形容她此时此刻, 快要飞奔出胸腔的一颗心, 素在我那, 她的声音在不受控地发抖, 不然呢, 睡大马路上, 周曼婷不打反问, 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傻里傻气, 周周,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啊, 你真知道, 陆辰也要控制不住自己内心沸腾的心了, 周曼婷有点猛, 歪着头, 不解地反问, 我不应该知道吗?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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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 你应该知道的, 幸福来得太快, 陆辰也语无伦次了, 不过, 很快, 她就知道自己想多了, 两人用完餐后, 就进散步销了会儿时, 就直奔超市购买一些女孩子的必备用品, 到了陆辰也公寓, 周曼婷时打时发现, 这的确是个黄金单身汉的窝, 房子里的布置灰色系为主, 女孩子钟情的颜色一个都没有, 唯一亮眼的颜色就数桌上小花瓶里插的那两颗香水百合, 陆辰也自从进家后, 一颗心就狂跳, 心潮澎湃, 看着自己喜欢的小东西, 一双清澈的毛子游走在房子里, 浑身的血液更是沸腾叫嚣, 你要是不喜欢, 哪跟我说, 明天我就让人更换, 我们结婚后, 会住在这儿吗? 我听你的, 如果这儿是我俩的婚房, 有空的时候, 我们一起逛逛商场, 自己的家自己布置, 才有归属感不是吗? 嗯, 陆辰也欢快的唇角高高扬起, 眉眼里的笑意, 怎么也藏不住, 你不忙吗? 啊, 这节奏不对呀, 工作呀, 我今天是来负责看你按时入睡的, 于是, 书房里, 两个人, 一个在书桌前处理各种文件, 一个人趴在沙发上查资料, 陆辰也除了一开始的心不在焉, 见钟曼婷一丝不苟地忙刀着, 自己很快也便渐入佳境, 直到, 周曼婷坐起身, 很是认真地问, 咱家你先去洗澡, 还是我先去, 陆辰也脑子都当机了, 幸福来得太快, 被冲击的, 嗯, 周曼婷不明白, 这人莫名其妙发什么愣, 那我先洗了, 他起身离开书房, 走到门口, 突然想到什么, 还有很多没完成吗? 不, 剩两份了, 陆辰也脱口而出, 开玩笑, 就算有很多, 也不能说实话, 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热情邀请, 他作为一个男人, 怎么能拒绝呢? 不能, 就算大半夜, 自己偷偷摸摸起来处理, 也绝不辜负接下来的良辰美景, 当他快速处理手头最要紧的几份文件, 起身, 拿着家居服准备洗澡时, 发现穿着家居服的周曼婷正在力索地往次窝抱被子, 那勾着的唇角顿时僵住, 那颗激情澎湃, 热血沸腾的心, 一凉了, 周周, 你在干嘛呀? 太阳妆看不懂他的操作, 你睡这个屋, 我睡旁边屋, 周曼婷一边指一边说, 你不和我一起睡吗? 陆辰也表示自己很忧伤, 当时, 周曼婷的娇俏的脸红成了大苹果, 眼睛都不知道往哪儿瞥了, 害羞道, 你说什么呢? 我们还没结婚呢? 陆辰也哽着脖子, 大声道, 不想睡自己媳妇的男人, 不是好男人, 陆辰也, 周曼婷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他这才后知后觉, 发现自己今天的行为等同于自投罗网, 洋入虎口, 我不管, 我就要跟你睡, 陆辰也开始明目张胆耍赖, 我不, 周曼婷红着脸, 拒绝, 周周, 周曼婷不理, 宝宝, 周曼婷自然不搭理, 宝贝, 周曼婷鸡皮疙瘩, 秃秃外貌, 亲爱的, 周曼婷感觉要管不住自己的心了, 喂, 过分了呀, 知不知道这样很反规, 尤其是他看到陆辰也开始解扣子, 慢慢露出健硕的腹肌, 他就更不知道怎么自处了, 告诉自己非礼物事, 可就是管不住自己的眼睛, 他浑身肌肉绷得紧紧的, 眉头皱着, 心里安安坐着斗争, 大哥, 再继续就要扛不住了, 扑倒你, 我可不负责呀, 结果, 周曼婷流鼻血了, 一边清理鼻血, 一边埋怨陆辰也是个妖孽, 还让他离自己远点, 陆辰也心里暗爽, 但, 一双如狼似虎的眼睛, 片刻都没离开过周曼婷, 周曼婷自然不会让他得逞, 止住鼻血后, 拿着自己的东西就回了屋, 怕陆辰也半夜三更溜进来, 还专门问了他有没有备用钥匙, 陆辰也心里虽有那么点小遗憾, 可总归是把媳妇忽悠回来了, 这算是极大的进步, 凌晨十二点半的时候, 他灵机一动, 钻进了书房, 怕吸引不到周曼婷的注意, 还故作不小心撞到桌子弄出声音, 很显然, 他的奸计得逞了, 因为周曼婷真的从屋子里出来了, 黑着脸, 要求他必须休息, 陆辰也说他不困, 周曼婷没有办法, 只好强制他睡, 怕他再溜出去偷偷忙活, 还把被子枕头搬了过来, 要和他同住, 可想而知, 某人得多开心, 不过, 他很快就开心不起来了, 因为, 每两分钟, 周曼婷就进入了梦乡, 陆辰也本以为他装的, 可很快发现, 并非, 他是又好笑, 又好气又无奈, 他是故意的, 他就是故意的, 看着吃不着, 更遭罪, 不过, 让他趁着他熟睡趁人之威, 他更做不到, 在他身侧躺好, 他美美地把人搂在怀里, 满眼的柔情和宠溺, 低头, 在他发顶稳了稳, 很快也进入了梦想, 大半夜, 陆辰也被甜蜜的负担给整醒了, 周曼婷把他当成大抱枕, 又抱又搂又齐, 还使劲在他怀里拱啊拱的, 拱得陆辰也一身燥热, 邪火升起, 但他不敢轻举妄动, 怕会吓到他, 更怕自己因为男人一时的欲望, 惹得他讨厌自己, 事宜, 他愿意等, 毕竟, 两人在一起才一个多月, 以后还有一辈子, 和他做情侣间, 最爱做的是迟早而已, 他是期待, 但, 绝不强求, 表哥, 他谁啊,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 这一天, 陆辰也正式带着周曼婷回老宅见父母, 遇见了自己的姑姑家的小女儿, 你表嫂? 陆辰也想都没有脱口回答, 郑云山听到这话, 惊恶过后, 是嫌弃, 眼底琴的蔑视, 故意道, 表哥, 你交了女朋友, 娇娇怎么办啊? 陆辰也抬起头, 看着他, 一脸猛, 娇娇是哪位啊? 娇娇就是我闺蜜, 他打小就爱慕你, 你不知道吗? 郑云山尖着嗓子, 好似陆辰也是个急渣的负心汉, 陆辰也目光陡然凌厉, 冷笑, 他爱慕我, 我就必须得爱慕他, 笑话, 再说了, 他爱慕我, 关我屁事, 郑云山还是投一次见, 自家表哥冷脸, 惧怕身子抖了抖, 心里咯噔了一下, 但嘴上还是不饶人道, 你就算不喜欢娇娇, 你也应该找个和咱家门当互对的呀, 你看看你身边这位, 也太普通了吧, 郑云山, 你要是不会说话, 就闭嘴, 咱家, 麻烦你搞清楚, 这个家姓陆, 不姓郑, 你装什么大尾巴郎, 好像自己是主人, 家里的仆人叫你一声表小姐, 是给姑姑面子, 还真当自己猪鼻子插大葱装相, 你特么就是个人物了, 陆尘野目光冰冷彻骨, 声音更冷, 浑身利气横飞, 护短是陆家人的特性, 到了陆尘野这一带, 更明显, 护短护得对人不对势, 妈, 你看我哥郑云山, 觉得委屈至极, 自己明明是为了表哥好, 郑云山的妈妈, 还没来得及开口, 陆尘野就冷着脸, 说, 姑姑, 你要是祝福我, 我欢迎, 你要是说叫, 免开增口, 郑云山妈妈, 郑云山那叫一个气呀, 她跺脚, 发泄内心的不满, 舅舅, 陆父沉着脸, 不悦道, 你连自己都没管明白, 管你表哥, 也不怕智商欠费, 你表哥, 有我和你外婆操心,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 郑云山背对得无地自容, 舅妈, 你看外公和表哥, 陆母板着脸, 声音不冷不热, 回郑家去吧, 那儿才是你的地盘, 郑云山讨了个没趣, 目光不善地瞪了周曼亭一眼, 哼了一声, 扭头走了, 周曼亭有点猛, 自己好像没招惹过这位表妹吧, 陆尘野把她搂在怀里, 安慰道, 别搭理她, 她就是个没脑子的, 曼亭小友, 我们又见面了, 没想到你会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哈哈, 陆父的心情极好, 声音红厚, 笑声爽朗, 陆尘野一脸疑惑地望着周曼亭, 眼中满是哑然, 周曼亭神色淡然, 玩耳一笑, 不骄不躁, 不亢不卑, 陆叔叔, 再次见面, 幸会, 幸会幸会, 陆父看着猛逼的儿子, 主动解惑, 老大, 你还记得爸书房里那幅珍藏的古画吗? 前一阵子你吴叔叔介绍, 曼亭小友亲自帮忙修复完成的, 陆尘野恍然, 他看得出来, 自家老爸很喜欢曼亭, 他发自内心, 尤为骄傲, 严哥, 你最近到底忙什么, 为什么我每次约你, 你都推辞, 张倩倩不高兴, 很不高兴, 自己都已经很久没买新包包了, 今天M家新款上架, 怎么着也得挑两个带回来, 柳妍这一阵忙得焦头烂额, 短短半年, 他已经丢了九成的单子, 一个月前, 他销售经理的头衔还被撸了, 他试图找到周曼亭, 从而扭转局面, 但半年来, 寻找数次, 屡次未果, 他心急如焚, 却无可奈何, 我最近忙的饭都快吃不上了, 哪顾不上赴约陪你玩, 张倩倩一听, 脸都黑了, 你的意思是我耽误你赚钱了, 是吗? 我就是这个意思, 柳妍不耐, 他每次找他来, 不是想着从自己身上捋羊毛, 柳妍, 你混蛋, 我好歹陪你吃, 陪你喝, 陪你睡了, 这么久, 花你点钱怎么了, 你出去嫖, 还没有免费的呢, 喝, 柳妍没想到, 张倩倩为了有钱可花, 把自己合出来卖的画上了等号, 今天你无论如何, 都必须陪我一天, 不然你以后别来找我, 不找就不找, 别以为你自己是什么好货色, 花着老子的钱, 还三心二意, 到处发情撩拨男人, 你怕是都快乘公交车了吧, 张倩倩脸一白, 尖着声音, 柳妍, 你他妈混蛋,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 柳妍懒得搭理他, 扭头就走, 张倩倩不依不饶, 死命纠缠, 柳妍恼成怒, 抬起手, 对着张倩倩的脸, 就是一耳光, 因为他, 他弄丢了自己的漫庭, 他本就一肚子的火没地撒, 线下忍无可忍, 在他看来, 他就是个客, 自己事业的扫把星, 张倩倩惊呆了, 然后回神后, 就是尖叫, 撒泼, 连打掉脑, 几分钟后, 柳妍险些被脑毁容了, 当然, 张倩倩也好不到哪儿去, 被柳妍狠狠地踹在小腹, 怎么站都站不起来, 一年后, 柳妍收到了匿名请柬, 他本不想去的, 可鬼使神差的, 出现在了婚礼现场, 当他看见, 某五星级酒店门口放置的大摆台上, 新郎新娘的照片, 尤其是新娘周曼婷的照片时,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根据路标寻去, 在门口听到众人议论, 才知道自己的前女友周曼婷, 是艾尔成, 屈指可数的企业家之一, 方天成的外甥女, 是业界有名的古玩健保师, 古话修复师, 她的身价高达数亿, 她直接愣证当场, 回神后, 冲动下, 她箭步如飞, 冲进去想要质问, 她为什么要欺瞒自己, 恰好, 一对新人, 在台上跟着司仪宣读试词, 柳言听到新郎陆臣也说, 我陆臣也用自己的名誉发誓, 我没有一行兄弟, 没有白月光, 没有小青梅,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除了我妈, 唯有你一人, 周周, 我爱你, 愿你我结发为夫妻, 恩爱两不宜, 直之子守, 与子偕老, 生同亲, 死同学, 爱你不悔, 后面的誓词, 柳言听得不怎么清晰, 因为此刻她脑子里全是陆臣也说的那一句, 我陆臣也用自己的名誉发誓, 我没有一行兄弟, 好像在这一刻, 柳言才想通, 周曼婷为何会分手, 为何会不辞而别, 悔吗, 这是肯定的, 恨吗, 她好像没有这个资格, 她站在原地, 痴痴的, 近似贪婪地看着台上笑得一脸幸福的周曼婷, 心如刀脚, 最后逃一般地扬长而去,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